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大名鼎鼎的旅行者既然如此关注比赛 那么有兴趣来做本栏目的特邀供稿人吗 我们会提供专题稿费并数上你的大名 超有兴趣 真爽快 其实这次比赛中有不少我认识的选手 我看人真准 看来能做一期趣闻专栏了 威名远洋的旅行者独家爆料 参赛拍手的秘诀意想不到 如何如何 那秘诀是 只是预题选题嘛 优秀的记者要能从大量信息中抽丝剥解 找到最值得挖掘的内容 当然 当然真实性也很重要 具体内容好商量 那么 旅行者比较看好哪位选手呢 嗯 说到打牌 就会想起赛诺 难道是蓄迷教练院里那位恐怖的大风机关吗 赛诺不工作时也不怎么可怕 如果能趁机结识教练院的大风机关 也许就能接触到学术圈的内幕 独家新闻的素材就 那个 你不是还要报到召唤王大奖赛 大奖赛专题当然是要做的 但如果在外派期间能获取别的情报 我也来这不去嘛 下落地独家报道 必须得是撑得起头版头条的大新闻 不闲聊了 抓紧时间 我先来给你拍一张特约专栏亮照吧 哦 我们听错吧 二位难道是想搞一些了不得的新闻吗 哇 这里就是召唤王大奖赛的比赛现场嘛 卡牌怪盗 听起来可真有意思 西风骑兵队长 对阵天才不败少年 无中之城人才辈出 天上太阳高高光 手里头子乌拉拉 好 有请来者报上名字 风云万叶 向您讨教 稻妻神明 仗妻威光杀入半决赛 没想到对手脚狭一笑 好啊 敢在我和尹的面前说这话 稻妻的雷 应该劈不到风担吧 赶上一趟也不容易 要不要我把先手的机会让给你啊 名鹿油豆腐小姐有意的话 我愿意奉陪 比赛 比赛就结束了 我在关键时刻 使出竞技的一手 你放心 没有什么快递是我送到的 我先选择薄荷窝 喵 嘿 嘿 哼 哼 老鸟 快递大喽 这就是虚迷吗 有好多大蘑菇 躺上去都没问题吧 各位旅行者 大家晚上好呀 欢迎收看本期 三点七版本的 前瞻特别节目 我是男旅行者 空的喷演员陆英 刚刚是有一位新朋友对吧 而且看起来是风担人 真实至上 故事超群 中情鸟报记者夏洛蒂 很高兴见到你 大家好呀 我是夏洛蒂的配音演员 阮从青 正如前文所言呢 夏洛蒂是一位 来自风担的记者 而且大家或许 很早很早就听说过 她所在的报社 蒸汽鸟报社了 确实很多地方都提到过 莫娜也在为她公稿的样子 印象中在整个提瓦特大陆 都很有名 似乎发现量不小 嗯 没错 作为夏洛蒂的配音演员呢 这次我也被项目组 请来做本次前瞻节目的 特约记者啦 虽然我肯定没有夏洛蒂 这么专业 但也非常开心 可以和大家分享 新版本的情报 嗯 我发现今天这个房间 有点像是一个小情报室 后面有一张很大的信息版 还有这些像线索的 画片和海报 嗯 氛围有了 那今晚我也是 前瞻节目的特约记者 都可以是 相信大家也迫不及待地 想了解了 那让我们先看看 第一张前线速报的画片吧 哇 第一张画片信息量就这么足啊 看到很多熟悉的朋友 不过也有一些不认识的伙伴 呃 中间那个粉色头发 拿着留影机的可爱女孩子 是不是就是夏洛蒂啊 呵呵 可爱吧 拿着留影机的正是夏洛蒂 毕竟是新闻工作者嘛 她有一些自己工作的设备 那在新版本的冒险故事中呢 夏洛蒂将被外派来报道一场 非常热门的卡牌赛事 卡牌 哦 是不是七胜召唤 没错 那么来吧 决斗召唤之巅 怎么突然这么有代入感 哦 是要比赛了吗 呵呵 不过作为特约记者 我们还是先别掺和了 把机会留给其他选手吧 不瞒你说 这次举办的召唤王大奖赛 非常热门 可以说是传遍提瓦特 所以夏洛蒂也会去到各个地区做报道 不打牌的第一天 不打牌的第二天 哎 不打牌的第一天 嗯嗯 正经一点啦 好好好 不开玩笑了 会去各个地区 难怪画面上有不同国家的朋友 这感觉就像是跨国旅行 对呢 毕竟是外派嘛 肯定要去围观各地的赛场 就像一场卡牌之旅 也不能光顾着旅游 正是要紧 所以你还是惦记着旅游的是吧 工作固然重要 但也确实还有别的任务 在这场旅途中呢 夏洛蒂还会和旅行者 一同调查一起匪夷所思的事件 匪夷所思的事件啊 对 我们专业的记者 确实应该对各种事件 都保持高度的警觉 不过目前的线索就只提示到这里了 具体发生了什么呢 还请旅行者们 在3.7版本来亲自体验吧 也是为了给大家保留更好的体验哦 对对对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享受 这场卡牌的盛典 除了活动剧情 冒险家协会还准备了一些主题活动 主题活动 还让人蛮好奇的耶 都有什么呀 分别是诸锦巡礼 临时召唤 横动泄化 和尿头战法四种活动玩法 诸锦巡礼即是主办方 在不同的地点设立了印章台 在通过完成跑酷 或击败怪物后 大家能在印章台获得印章 收集各地的印章 完成巡礼 就可以获得对应阶段的奖励了 就像旅行打卡一样 临时召唤呢 则是为牌友们举行的一种 坊间卡牌对战 但也有其特殊的规则 简单来说呢 参赛者不能使用自己的卡牌 需要在主办方准备的几套卡组中 挑选自己所需的卡牌来进行对战 而且对战的选手 还可能是咱们熟悉的朋友 哦 这个挑选卡组的规则还挺新鲜的 那横动泄化和庙头战法又是 横动泄化相信之前呢 也有不少玩家玩过了 有所不同的是 这次的横动泄化 大家还需要先通过兑换或旋转 调整好泄化底板的位置 再在预设的点位上放上合适的齿轮 这样就能复原泄化了 而复原后的泄化原型 就是七圣召唤卡牌的牌面 方丹的机械术好厉害啊 不过旅行者们多试试就一定没问题 而庙头战法则为战斗玩法 战斗中 角色如果击败怪物 便能获得随机元素类型的头子 在使用制敌头术后 将消耗当前获得的所有头子 释放攻击敌人的冲击波 而且还会随机抽取注意 消耗的与场上角色 同元素类型的头子数量越多 造成的冲击波威力将会更强 获得更多注意的概率也就越高 这头子作用挺大呀 值得好好利用 而且这次活动的奖励也不少 除了原石和培养材料之外呢 还有一把新的四星弓箭武器 环穿知会 以及它的专属精炼道具 好耶 有新武器 赞美主办方 老板好大方 生意响当当 说起来你擅长打七圣召唤吗 看了很多牌友的攻略视频 各种套路在我的脑子里 应该已经记住了 真的吗 这么厉害 不过脑子确实记住了 这点没有骗大家啊 游戏内有关七圣召唤的任务 都做过了 也已经拿到了传说牌手的徽章 牌记应该还是有保证的 哦 那确实很厉害呢 说到打牌啊 看咱们这次的版本名就知道 还有大好消息要告诉各位牌友们 看来是关于七圣召唤的 快说说看 没错 为了让大家的打牌也有全新体验 七圣召唤也将有重磅更新 那各位牌友可不容错过 嗯 在3.7版本 七圣召唤将新增好几十张全新卡牌 涵盖了角色牌 怪物牌和行动牌 非常丰富 而且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次更新中 风 盐 雷 草四位神明的卡牌 也会一起上线 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筑更有意思的强力牌组 哇 更新的内容量还真不小呢 而且还不止哦 不仅有新卡牌 在玩法上也有更新 在3.7版本 七圣召唤将上线全新的圣冠之士模式 会有什么特别的吗 在这个模式下 牌手需要用同一套购注牌组 与其他玩家进行对局 争取赢得五个胜场 诶 这个规则对实力强劲的牌手来说 可以是一个不错的试炼啊 对 不过每轮也只有三次可以失败的机会 三次失败后就需要重新再来了 如果各位对自己的购注和牌记有信心的话 不妨来猫尾酒馆试试看吧 嗯 那有没有适合我这种牌记 还有一点点一点点稚嫩的旅行者的玩法呢 我正准备讲 全新的住进延练模式也将上线 这是一个可以自行选择难度的模式 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附加条件 从而获得额外的难度积分 嗯 那应该可以选择一些 自己擅长的卡组适合的条件 对 那有这么多新的玩法 相信各位喜爱打牌的旅行者 一定能够玩得尽细 诶 什么动静 听你们聊得太有意思了 差点忘记了自己的工作 我来上班了 您有一份加急件 请在这里签收 可以的话 还希望能给个好评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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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呢 是谁呢 是我是我 是不是没想到我也会参加这次的节目 不知道有谁注意到了没有 之前的小动画中有萧公登场呢 发现了吗 发现了 发现了 对 就在刚刚有个跑动的小萧公 好可爱 对对对对 大家晚上好 我是萧公的配音演员金娜 很高兴能够来到前瞻节目现场 好耶 好耶 诶 诶 话说除了你之外 是不是还有一位像是快递员的朋友在啊 不是像是快递员 其实就是快递员 呃 不是 我不是说我是快递员 其实是启凉凉是快递员 脑子混乱了 不纠结了 旅行怎么好呀 我是启凉凉的配音演员 斯彦琪 很高兴受到邀请 作为特别嘉宾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好耶 欢迎欢迎 调查前线情报 果然还是越多朋友支持越好嘛 嗯 嗯 话说回来 原来启凉凉出场的方式这么特别吗 啊 刚刚那个小盒子也是启凉凉吗 好可爱 嗯 是不是呢 我觉得我们不如先来看一段 前线送来的关于启凉凉的播片吧 哇 这里的景色真不错 我算是选对工作了 结果 记得好评 嘿嘿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 哎 这个猫猫盒子真的是启凉凉哎 看起来也太快乐了吧 猫猫盒形态的启凉凉姐姐登场 怎么看完短片的介绍 我对启凉凉更好奇了 我也是 而且我还有点在意这个 启凉凉拿的是快递盒吧 哎 别急别急 都可以解答 启凉凉她呢 其实是稻妻快递公司 薄荷屋的快递员 我经常在各国之间派送快递 没有什么快递是她送不到的 因为呢 同时她也是到期野外的一种大妖怪 猫幼 大 大妖怪 还真是看不出来 哦 怪不得她的鞋子也是猫爪的样子 谁又不喜欢猫爪呢 其实那不是鞋子 而是她的脚 虽然她也能用腰力变出人类的脚 但作为一只猫 大概还是更习惯用自己的爪子走路吧 嗯 我发现启凉凉有两条尾巴哎 哎 对的 对的 我配音的时候也很好奇 后来听说是因为尾巴呢 又代表着猫幼的实力 两条尾巴的启凉凉 可是妖力强大的妖怪 有的盗贼还会以为启凉凉 看上去是个好欺负的小姑娘 想抢劫她送的快递 不过这种人嘛 无一例外都被她给打跑了 那她一定是很厉害的人吧 那请她派送快递的话 一定非常安全吧 对对对 没错 启凉凉对自己的工作 非常认真负责 会努力派好自己手上的每一份快递 当然啦 如果收件人正好方便的话 可以给她一个五星好评 就最好不过了 这么可爱还敬业的猫猫快递员 我当场打赏 但启凉凉不是到期的大妖怪吗 怎么会再做快递员的工作呢 到期的妖怪们的职业 是不是都是非常多种多样的呀 好像是啊 说到这个呢 虽然启凉凉是个有实力的妖怪 不过她其实很喜欢 也很在意目前的这份工作 她很喜欢人类社会 喜欢时尚又好看的衣服 还喜欢那些没有去过的地方 送快递的这份工作 既给了她融入人类社会的身份 又能去到许多不同的地方 对她来说简直就像公费出游一样 哇 那感觉启凉凉是个亲近人类的妖怪 感觉一定是会和大家很合的来的新伙伴 感觉 感觉是努力打工的元气少女 勤勤恳恳打工人 我现在更更好奇了 那启凉凉会有怎么样的能力啊 那让我来介绍一下启凉凉的技能吧 启凉凉是一个使用单手剑的草元素角色 在协助同伴及大世界探索上 都有不小的作用 她的普通公鸡好好看哦 有用小猫猫爪公鸡的感觉 毕竟是猫用嘛 另外呢 她的探索天赋 是在接近一些能产出 禽肉瘦肉小动物的时候 不会惊动到它们 哦 那毕竟她自己也算是一个小动物呢 那准备禽肉瘦肉之类的材料 是不是就更方便了 对的 通过点按元素战计 启凉凉可以生成一个 对草元素有额外抵抗能力的护盾 哦 护盾好耶 可以保护角色 还可以保护快递 而长按元素战计呢 除了生成互动外 启凉凉还会进入猫乡极舰状态 就是之前那个猫猫河的状态吧 这个状态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吗 在这个特殊状态下 启凉凉进行冲撞 能对触控到的敌人造成草元素伤害 而更特别的呢 是这个状态下 启凉凉的移动速度 攀爬速度 跳跃能力都能提升 这也太实用了吧 而且还能爬墙吗 对的 在树枝方向上的一些地形 也能用这个形态进行攀爬哦 不错不错 是个跑途的好能手 大概这就是值得五星好评的快递员吧 然后 起凉凉的元素爆发 则是用一个快递箱猛砸敌人 快递箱爆炸后 将分裂为许多小型草弹 这些草弹在接触敌人或一段时间后将会爆炸 造成草元素伤害 就连这个分裂后产生的小东西也是猫猫的形状哎 太可爱了吧 猫猫攻击 猫猫快递 猫猫炸弹 有谁不喜欢猫猫呢 是啊 真不愧是到期的妖怪猫又 可爱好期待啊 期待 不过三点七版本除了起凉凉 会在各国跑来跑去送快递之外呢 好像听说另外一位朋友也要出国旅游咯 所以是谁要旅行呢 是谁啊 我想娜娜子才是在座最了解这场跨国旅行的人 那就让娜娜子来讲一下关于肖宫传说任务的情报吧 啊啊 没错没错 毕竟到期的锁国令呢已经解除一段时间了 而肖宫也一直想出来看看 在三点七版本中 肖宫的传说任务流金之章的第二幕将会开启啦 他将踏上跨国旅行的脚步 这次呢 肖宫将和旅行者一起来到智慧的国度 虚弥 从道期到虚弥感觉很远哎 看来是趟远途旅行哎 好想一起去 我也超期待的 想快进到三点七版本去亲自体验一番 我当时录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出去旅行 录音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次肖宫的故事 我录的时候也很喜欢 感觉是一个又治愈又浪漫的故事 而且和肖宫这么帅真又乐观的女孩子一起旅行一定很开心的 不过为了大家都能够拥有最佳的体验我就不多展开啦 届时还希望这次肖宫的传说任务能像肖宫一样给大家带来欢笑和快乐 一定会的 说起来三点七版本旅行者可以邀请哪些朋友加入自己的队伍呀 关于活动奇愿的消息终于要来了吗 想必这可是各位旅行者都关注的内容 那么预知三点七版本的奇愿情报到底如何 请继续收看三点七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 怎么突然营业起来了 因为突然又想起来我们今天的身份是特邀记者 就想装一下 那据前线可靠消息得知 在三点七版本的上半期活动奇愿中 肖宫和八重神子将迎来概率UP 同时起凉凉也将出现在奇愿中 获取概率大幅提升 如果有想要拥有新角色起凉凉的旅行者 可以留意一下哦 而三点七版本下半期的活动奇愿 则为风源万叶和爱尔海森的复刻 这两位可靠的伙伴的抽取概率也将获得UP 那有同伴的助力 各位旅行者就能更快乐地冒险啦 哦 说到同伴 大家陪肖宫履行到了虚迷的话 说不定还能遇上之前的朋友卡维 因为在三点七版本 卡维的邀约事件即将上线 哦 是那位虚迷的大建筑师吧 印象中卡维是个蛮特别的人 既有些随性 然后又有作为艺术家的细腻与坚持 与他同行一番的话 想必会更加理解他吧 嘿嘿 所以想要更加了解卡维的朋友 可以在三点七版本中 去亲自感受一下这段故事 好 那聊完了各位新老朋友的故事 我想三点七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 也有不少好玩的活动的情报吧 这个肯定少不了 不仅有活动 而且还有丰富的奖励 奖励 各位都是成熟的旅行者了吧 可不能错过哦 那我肯定全都拿下 好 那不如让我来介绍第一个活动吧 在三点七版本中 活动神功天桥 宝露之章将会开启 这个活动我记得 是那个可以自己设计关卡的活动吧 对的对的 不过呢 这次的神功天桥的玩法 是有一些升级的 所以制作组也贴心地设计了一些关卡 供大家挑战和熟悉规则 比如第一关就需要建造 奇弹机关守护阵石 而第二关 则是大家熟悉的收集金币 收集金币 这个我不是很擅长 已经能想象到 到时候互上互下的样子了 是指互上互下的飞来飞去 还是互上互下的操作 都都是 好 至于第三关 这个关卡会有好几个区域 而且大家还有机会 获得一种特殊道具 叫做神功币 神功币可以在各个区域的注意锚点 购买各种注意 提高角色的作战能力 有一种越战越勇的感觉 第四关呢 需要大家在保证角色生存的情况下去收集金币 最后一关呢 还设置了能增强敌人作战能力的增幅器 所以大家最好先破坏增幅器 再与敌人进行战斗 这玩法听起来也太丰富了吧 那是不是在自己设计关卡的时候也能使用 当然可以啊 在设计关卡的时候 除了各式各样的地形 机关 金币之类的设计 还能对房间关卡的数量 关卡里的敌人等进行布施安排 就连咱们刚刚看到的注意锚点和增幅器这类玩法 也可以在这次的设计关卡中加入呢 哇 感觉比上次活动的自由度还要高 大家可以好好发挥想象力 多设计一些小巧思 你最好真的是说巧思 精进设计的陷阱也是巧思嘛 没关系 这次还增加了联机机制 要是遇到你玩不过的关卡 也可以交上朋友一起来挑战 并且在分享设计关卡之前 还是需要设计者自己先通关的 对 这个我就很迷惑 有些真的 他们是怎么的 他们到底是怎么通关的 我之前也刷到过大家分享自己设计关卡的视频 真的 那么各位想尝试的旅行者可不要错过这次活动啊 记得分享下编号或者视频 让大家一起来玩玩你们设计的关卡吧 下一个介绍的活动是挑战活动 离购者素心旅燕 在音响海滩附近 最近出现了一个优碎的秘境 而许多凶险的敌人正折服在这里 需要旅行者们用自己的武艺击败他们赢得奖励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难啊 是吧 我也觉得 太难了 但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不过或许还有没有玩过的新玩家在看我们的节目 所以还是和大家再做一下介绍吧 这次活动的秘境中 有三种棘手的怪物等待着各位旅行者去挑战 他们的原型分别是雷鹰拳线 赵仔永结龙兽和深海龙溪之群 挑战时 大家还可以自行选择难度倍率和一些附加条件 当然条件越多越难 成功之后获得的积分也就越高哦 哦 原来是这个活动有一定的挑战性哦 确实很有挑战性哎 嗯 不过呢 通关较低难度之后其实就可以获得关键奖励了 如果实力强劲的旅行者觉得还不够过瘾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更高难度的挑战 来试试 好 技术主播不请自来 你这个技术是哪个技术呢 那一起来看看第三个活动吧 在3.7版本一神的猜想活动也将会回归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之前遇到过那位被开提报告折磨的虚拟学者贾米吗 这次他同样需要找人帮忙作为观察员协助实验 想必各位热心友善的旅行者也会帮助他吧 完成观察实验后各位也会获得奖励哦 邦邦邦既能帮助别人又能获得奖励 这可是两全其位的好事 毕竟各位旅行者可是帮助过骑士团的荣誉骑士 帮助过离乐其心的大英雄 帮助过很多人的好心人 大忙人 想必协助这位学者的实验也不在话下 在活动中呢 通过击败敌人可以获得一神剂量 当一神剂量累积到一定值时 就可以使用一神剂进入十停超感状态 这种状态下能通过取景矿捕捉敌人的弱点 选择在合适的时机捕捉更多敌人的弱点 使用超感技能就能对敌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看起来找到弱点对挑战很有助力 而且这个超感技能造成的伤害还蛮厉害的 我喜欢这个活动诶 看玩法就觉得体验很好 对 好方便啊 像拍个照一样 咔的一下就能解决怪物了 不过这个活动还需要使用 对应关卡的适用角色来进行挑战哦 也不错 那么咱们就可以适用到更多角色了 那么3.7版本的活动 就等待大家到时候亲自体验啦 然后我看看啊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呀 懂得懂得 该有第三则兑换码的情报了 一起来看看吧 虽然今天已经分享了很多情报了 不过还有一则好消息可以告诉大家 是一则全新联动资讯 科研室和原神巡灵奇遇 自在禁言主题活动 即将上线啦 这次巡灵小队将开启一次 怎样的研究和冒险呢 快来跟随他们一起 出发探索吧 可兰 可兰 我最近在研究上次带回来的那些新材料 需要你也帮我留意一下 好的 哪些材料呀 3.4.3 5.5 5.5 5.6 5.6 6.7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桌上这是 试试看 哇塞 没想到竟然出现了兰娜罗 也太可爱了吧 不仅如此 联动还将发起工艺活动环保委托 邀请旅行者一起参与空瓶回收计划 听说回收的空瓶将被制作成多种护灵工具回归森林哦 具体活动信息我们去科研室官方罩号看看吧 让我们一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共同守护森林做个好那啦 好耶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就快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不知道我们带来的前线情报 大家还想看吗 嗯 想看也没有咯 坏坏 我还有点意犹未尽呢 不过还是非常开心能和大家在这里向旅行者们分享原神3.7版本的内容 希望大家在3.7版本玩得开心 那么就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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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ях 上 现在 我